Excel资料的排序 来,我先把功能表先打开来 第一个排序呢 把资料选起来 接下来在资料标签,我们再点排序 那第一个按钮 A到Z,最后按钮Z到A,是针对 选取资料的最左栏 这是意到顺目,我先点一下好了,选起来,来 点一下A到Z,笔画有少到多,小的笔画最少 磨法的磨,笔画最多,来再点一下Z到A 由小到大,由大到小 都是第一个字的笔画为基准 如果第一个字一样,就比第二个 那如果说,老师我要一等地排,那这两个就没用了 就要请他来帮忙 那点起来的时候,再提醒你 这地方呢 不可以把它勾勾取消哦 勾勾取消就变什么,蓝ABC,哇,去对就很辛苦了 你把打勾,他把 第一个蓝位做,他放在这里,这样才会清楚 好,我们一等地来排 A到Z的笔画有少到多 以丁丙物甲 那改成Z到A 那就甲物丙丁以 那我要甲乙丙丁物呢 那就要选第三个叫制定清单 制定清单就是自己决定 你这边可以依照公司的需求,把一些名单打在这里 那 可以排在这里,甲乙丙丁物在这里 再讲这边,这边可以自己决定的 按确定就搞定了 好,再按确定 好,接下来呢 如果这个名字一样的话呢 假设都是一等的话 我希望这里呢,笔画由多到少 松刚摆上面,文归摆下面 排序是可以排第二个哦 再排一次吧 如果我们的等地相同的时候 在新增层级,在一到什么呢 依照出版社这个栏位 笔画由多到少,z到a 所以待会排完第一个,当发现 两三个都是以 接下来比笔画 松刚的松在上面,文在下面 为什么 z到a 所以三个都以 老师 笔画由少到多了 好,那第二个再换一下 再把这里改成a到z 那么等一下就文归的文在上面 松刚的松在下面 这么可以排 一样可以再比第三个哦 如果第2个一样,可以再比第三个 那个层级不要了,点这里 可以删除层级 我们就依照这个来做排序就好了